所以,我已經離開了一星期 我們在明星期間 我已經在明星期間了幾天 我第一次想到,我甚至不知道要開始 2200萬,美國截至4月11日為止四周來 失去的就業人口總數 一個等著排隊申請救濟金成員 不斷膨脹的失業聯盟 且創下新高的總數,其實是低估值 這代表新冠肺炎掀起的企業裁員洪流 只花了短短一個月時間 便完全抵銷金融海嘯結束後 2009年11月至今11年來 美國創造出同為2200萬人的就業增長 也正因經濟崩潰速度如此之快 只剩下大蕭條是唯一的比較集 驚悚的新冠 管失業潮全美50州無一失眠 且有多個搖擺州慘遭重創 上週密西根州100萬名工人申請失業 佔全州勞動力21% 四周來賓州失業率近20% 二亥二州相當於15% 夏威夷州全美最慘 旅遊業受重創以來 週內22%就業人口遭解雇 總統大選逼近之際 華郵說正是這一週差過一週的失業數據 讓川普試圖在重啟美國經濟上 趙薇力道 川普16日公布全美可復工依據 和分三階段復工新指南 並把決定權交回各州手上 且重申他對禁令即將結束的樂觀 但最新失業數據出爐前一日 美國聯準會釋出最新和平報告書 指出阻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社交疏離 以令全美經濟活動急劇萎縮 且未來幾個月還將繼續惡化 同時點名休閒飯店零售是最大受災戶 即便是需求增長的稀有戶 食品及醫療設備業 也會面臨生產延遲和供應鏈 中斷的麻煩 但我沒有看到經濟 將來年來回到全力的力量 或是將來回到最終的力量 將來回到最終的力量 美國聯準會紐約分行長威廉斯 告訴美國財經頻道CNBC 縱使聯準會全力馳援信貸市場 等到相關社交禁令解除 國內經濟要回到疫情爆發前 全面增長的強勁力道 需更長時間 且不會是今年底 隨著越來越多研究顯示 新冠患者發病前傳染力極強 全美各界呼籲擴大篩檢 進行普篩的聲音越來越高 也讓即使疫苗或有效藥物出現前 經濟活動難恢復的疑慮同步宣告 在延長的殘留傷 我認為這問題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我們聽到很多 從商註職員在社交媒體 是我們的想法 数据显示 全美单日检测量 落在15万人次左右 与哈佛学者近日建议 美国若要全面恢复经济活动 需要的50万差距极大 筛减普及性落后 美国经济难以安全重启 政府对民间的补贴纾困 不及时不够多 是美国经济 占无法走出枯竭期的另一个原因 CNBC调查 新冠病毒大流行 为数百万美国家庭 带来经济困难 约四分之一 美国人失去收入 川普三月底 签署美国史上 最大规模财政纾困案 2.2兆美元 这笔疫情纾困支票 一度盛传 会印上川普签名 出困金 在四月十五号 存住八千万名美国人户头 也就是在美国 已失去百分之十五劳动力 失业近乎蔓延各行各业后 白宫与国会 才成功撒下第一场 救命于 此外 全美中小企业纾困金 自三月中开放申请至今 总额度三千五百亿美金 已于四月十六号 悉数用性 许多雇主 只能继续努力 维持生计 或规划者不确定的未来 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重量级经济学家 是提格里茨认为 相较何时能重启经济活动 美国当务之急 是确保疫情获得控制 并直言 对比欧洲直接补贴薪资 美国靠印钞 旧经济的应对 不够有效 且是更加凸显 全美收入 不平等的窘境 不太激烈了 同样的助产 我们已经花了很大 的钱 小企业 不足够了 我们没有确认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